我誠實講我對這個不懂 不是已經送入司法程序了嗎 讓司法給大家做一個交代 好不好 那就您跟他質詢上 你覺得他就你看這個人 他有可能會信任嗎 我跟他沒有私交 我不知道耶 希望他沒有 主委那你怎麼看 如果在這種秘密會議 他把這個不會辦公室裡面的聯絡分機帶進去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假如這是真的這是不合理的 我想 全國老百姓也有很多有知識分子 應該會 神章正義吧 怎麼老是問他的問題啊 因為今天大家都很關注 但是就過去的那個暗暗 想說拒簽的話 你這邊會寫下那個嗎 就是背注嗎 他的事情我不想再回答了 我想全國老百姓 都應該給黃曙光 給我們 第一艘潛艦 多點掌聲吧 你們沒有經過這個經歷多麼的困難 我在當部長的時候 外人 組團來問我 你的國防政策是什麼 我說國基國造 國建國造 潛艦國造 他說你 造得出潛艦嗎 我說買了16年17年都沒有賣 給你們買 你們也不賣 你們不是說我們是你們的盟邦嗎 那你們應該幫助我們啊 有幫助我們嗎 我們這麼艱困的情況之下 內外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黃曙光能夠把這件事情 做成功了 給他一點掌聲嘛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的武器 發展 第一次就能夠完美的 我們連這一點嘗試都沒有嗎 連這一點同理心都沒有嗎 你們既然有這個機會讓我講話 我想 邀請我們全國的老百姓 給他們一些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